胡勇大战又开始了 这俩队在第九和第十名来回拉扯很久了 最终詹姆斯宽侃40分也难足败局 勇士站翻胡人成功抢走了第九名的宝座 一般和勇士比赛多多少少是得见点血 这回胡人也没跑了 第一节还没打完 勇士这边TJD一巴掌给浓眉眼睛干肿了 可怜我梅子哥眼睛肿的老大 争都争不开直接退场了 浓眉对胡人多重要懂的都懂 这胡人输球也就不奇怪了 估计是比赛太激烈 最后时刻给计时器都看傻了 直接不工作了 裁判连续叫停五次比赛 计时器仍然没修好 最后逼的没办法了 现场DJ直接人工播报24秒了 拜托 这可是篮球春晚 全美直播的比赛 你堂堂NBA连一个计时器都摆了不明白了 ESPN的现场解说都激眼了 直接说 这也太耻辱了 对此库里也表示 我长这么大 打这么多点球 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得了 连篮球都摆了不明白了 这美国迟早要玩 以对大家的打动 打电话 不明白了 在火箱里连续 kryp